各位观众们 两届说2020年8月25号星期二 感谢你收看前进大趋势的节目 台北股市连续两天的上涨 那关于这个行情的部分 我们跟投资朋友更新一下我们的看法 以及跟大家做一些提醒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这段时间 跟大家谈的节目的重点 提到这个美元跟这个纳达克的一个指数 那美元的部分是照我们的预期 是在8月19号上周三是呈现破底的 周报节目跟大家去做个更新 美元的部分有呈现一个破底之后的一个转强 站回去所谓的月线 那科技类股的部分它是持续性的创高 所以这个行情的部分 股票的一个市场是有呈现创高 不过美元的转强 跟大家做个提醒要特别注意 那这个转强的部分 我跟大家谈到 这个是一个短期的转强 就是资金的部分有进去做个避险 不过中期的部分是在一个空方的趋势 行情并不是看高 而是看一个整理 那我们更新一下最新的一个数据 股票市场 纳达跟S&P的部分 是有呈现一个创新高 不过美元的部分 在我们这个盘中的时间点 它是持续性的在月线以上是守稳的 所以守稳之后 其实它还是有机会呈现一个续墙 那这是台北股市呢 最近的一个隐忧的部分 那我跟大家谈到台北股市 最近跟这国际股市稍微脱钩的部分 最主要是因为电子类股 那电子类股因为占台湾的一个权重 那我在周报节目讲很清楚 有兴趣去看我周报节目 那原则上我跟大家谈到就是说 这个苹果、华为跟半导体的部分 我认为会做一个整理 那整理的时间点 我预期是在9月15号 周报节目有跟大家说个详细的说明 那我跟大家谈到就是说 你要相信大数据 因为资金它自然会找到一个出口 因为我们并不是看空这个行情 那更新一下最新的一个行情的看法 电子类股的部分 这两三天有呃有呈呈呈呈一个上涨 然后不过这个量的部分是呈呈一个萎缩 所以其实还是先以反弹的部分去做看待 那月线的部分其实是没有占回去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加权的部分 加权的部分 这个黑黑棒的高点有做一个收复的动作 缺口的部分也呈现一个回补 那量人部分它仍然是呈现一个萎缩的 这个技术面而言呢 这个黑黑棒的高点可以占回去 同时呢这个缺口也能够回补的话呢 这个是比较强势的一个整理 所以个股部分还是可以找一个拉回去做一个操作的一个机会 那还是跟投资表做一个提醒 毕竟上周四的这个黑黑棒它是有具备杀伤力的 那从我们独家数据来看的话 台北股市的筹码结构它也是确实是需要沉淀的 不同周期来看的话都是跌破50以下 那也代表说最近去买股票的人 大多数都是有呈现一个套老的情形 所以这行情的恢复它仍然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我邀请投资朋友你可以加入我们LINE 我们ID是小老随选TEC 那加入之后你先传送这个贴图 如果你有个股的问题你可以把你的一个股票 包括你的电话留下来 我们会透过我们前满营的系统来协助投资朋友 那我们LINE的主页上面也有提供 这个信用筹码有疑虑的名单 如果你有观看这个名单 我相信最近有很多筹码有疑虑的个股 你都是可以做避开的 那邀请你在YouTube这里点选订阅我的频道 订阅之后记得开启小铃铛 才会收到影片上传通知 那请你踊跃帮我按赞跟按分享 给我一些帮助跟鼓励 我们周报节目跟大家谈到资金自然会找到出口 这行情的部分短期看整理 但中长期的方向我仍然比较有利的 因为FED的部分是把这个利率的部分 维持领利率到2022年 包括这个无限QE 每个月去做购债持续性的放钱 所以资金的部分它自然会去找到出口 周报节目跟大家谈到拜登的民调领先 那激励绿人的股票呈现大涨 这个就是我要跟大家谈的大数据会领先 确定的部分我们是在7月29号节目 跟大家做个提前的预告 我们看好缺点的题材 那相关的原因我在当天有讲的非常的清楚 隔天跟大家点名太阳人的股票 6443的元金 当时股价是14.75元 那8月10号的元金盘中是触及掌灵板 最高达到20.35 包括告诉你的这个6244的帽底 当时股价都还没有突破10块钱 我们讲完之后这段时间的帽底 节目上都有跟大家去做更新 8月8号的周报节目 帽底是突破了一个10块钱 然后8月17号的帽底 它其实已经涨到18.3元 月底预告到现在 其实已经涨了快一倍 行情做整理的时候 我跟投资本谈到 太阳人它是一个族群性的上涨 我们用生技类股跟大家做举例 当时的帽底打到点灵板 是因为它被分盘的交易 那整个太阳人也因此有呈现休息 但是我跟大家讲 休息并不是结束 这个是族群飙涨必经的模式 您看到今天的帽底 再度的攻上了涨停板 而且是呈现创新高 所以从这边有股票操作 这个族群性 我们从预告到后面创新高 这个族群的部分都没有跟大家讲看坏 那8月4号的一个节目 也陆续跟大家讲到缺电的另外一个题材 就是风力发电 当时告诉你上尾投控跟这个四季缸 四季缸当时股价是94块钱 上尾投控是在105块钱 风力发电的一个四季缸 8月8号占回去百元 8月18号呈现一个创新高 到现在的风电到今天为止 四季缸也都是呈现一个创新高的 所以这个族群性 是不是跟我们跟大家讲的半导体的部分 比较没有直接的相关 那风电的上尾投控 11号工上涨停 那今天也是呈现一个创新高 最高来到127.5元 所以这族群的部分 是不是透过大数据提前的挖掘 所以观看头顾节目该注意的事情 我都跟大家做强调 在节目上一定要先做一个预告的动作 看好什么样的产业 会员朋友布局什么样的股票 有绩效的时候一定要拿出证据 证据就是所谓的抠讯 抠讯如何分辨真假 我也都有教导你 一定要早上日期 会员的主别对时对价 我们7月29号跟大家预告缺点 然后会员朋友陆续布局的一个部分 我们在节目上都有讲 7月30号买第一笔 8月4号买第二笔 8月7号站上我们系统转强价格 联合在生活建议会员朋友 去做加码第三笔的动作 我们之前的节目都跟大家验证过了 这个是对时对价证据 而且这个是普通会员朋友基优组 去买的股票 7月30号9.05元买进的证据 9.17 8月4号去买进的证据 8月7号加码第三笔的证据 那8月10号的一个联合在生 攻上涨停板的时候 我们在节目上跟大家公开的验证 8月12号呈现一个收盘新高 8月14号攻涨停 包括17号的一个尾盘的攻涨停 那经过这个贸底的分盘交易整理之后 我们还是跟大家讲 这个是没有看坏的嘛 那到今天的一个联合在生 收盘是上涨了7.18% 那再度站上我们系统的一个转强价格 这张股票由我们设定的一个目标 所以投资朋友如果说你有看我们节目 你持有太阳人或者是持有联合在生的 我都邀请你 可以跟上我们一个价格的操作 我们节目就是跟大家谈一个产业的趋势 5月23号跟大家讲 我们看好远距离办公 那当天跟大家点名了两档笔电的股票 一档是宏基 一档是华硕 宏基当时股价是16.1元 会员朋友布局的证据 宏基买在16.35%的一个串价的证据 包括这中间的加码 而且抠讯我告诉会员朋友 宏基是大型的股票会涨比较慢 但是它是可以重压大买的好标的 而且买进之后我也告诉会员朋友 这档股票至少给他报他三成的期许 那这三成不仅是达正 那最近也是有来到四成 那在这个7月19号 这个这个假日的周报跟大家谈到 宏基的内部人大买自家的股票 所以连拉出了两根涨停板 那这张股票当时跟大家去做验证 而且提醒大家 资金行情你要做有价有量公司 那陆续在8月8号 跟大家更新这个 远距离办公的一个产业的新闻 所以后面的宏基 持续性呈现一个创高 8月10号收盘价已经来到23.2元 8月17号的宏基再度呈现创高 盘中市一度是突破24块钱 那最近的行情做整理 周五也跟大家谈到 你要做有价有量公司 因为资金行情 它就是会找有价有量公司 好金好出的标的 所以为什么在上周四震荡之后 周五的宏基可以快速性的股价做回神 那这张股票我们这两天有去做调节 拉回的部分我们还是会再去做进场的 如果说你想操作宏基的 你可以跟上我们价格的操作 5月3号跟大家讲另外一档 华硕 那笔电的当时的一个股价呢 是在204.5元 那会员朋友买进华硕证据 我们在节目上都讲过 217这附近去做买进 那这张股票我们有去做减码 最近的华硕的股价也都是非常的强势的 所以这个就是跟大家讲 你要做有价有量公司 所以请投资朋友 一定要相信大数据所指引的方向 会有没有提到我们大数据都能够在盘中 精准在我们做出手 包括我们节目跟大家讲的产业的分析 都是非常的精准 台积电概念 或者是宽人系半导体 mini-ld 车用电子 都在节目上这段时间跟大家去做验证的 而且有跟大家强调一些观念 8月8号告诉你行情会做震荡 股价是波动的 它技术面都会呈现破坏 但是有个前提是 你的产业一定要买对的股票 这个震荡的行情 我提醒大家 你要现股操作 有兴趣去看我们当时这个节目 我们跟大家讲这个WiFi6的股票 这档WiFi6的股票会没有布局之后 上周是震荡 周报节目跟大家讲 它是不是股价快速性的回神 到今天这档股票是呈现创新高的 昨天大涨今天呈现创新高 所以观众朋友产业一定要做对的 而且资金行情你要找有价量的公司 这档股票今天也可以跟大家做分享 它就是3596的致意 有兴趣你去比对一下它的K线读 那我们在今天有请会员朋友 去做一个获利减码的一个动作 那股价呈现一个拉回 所以投资朋友如果说你想操作致意的 或者是你是有致意的 那我们这档股票 有我们规划的一个价位的目标 所以请投资朋友你可以跟上我们操作 跟大家讲产业要对车用的部分 周报节目跟大家分享过的 贸连的部分你看到 它也会跌破月线也会跌破季线 但是为什么股价还有机会再呈现创新高 这个就是我在节目上跟大家强调的 产业要对这个是个大前提 技术面的部分它都会呈现破坏 但是有机会再创新高的 绝对都是产业对的股票 高价会员朋友3665贸连 在8月7号208.5这个地方有去做买性 这个是抽盘价格在这个价格 会员朋友绝对能够做成交的 星期五贸连股价就快速性的回省 所以是不是经过上周四的震荡 能够回省的股票 就是有价有量的公司 包括族群产业是对的公司 那你后面看到这个 特斯拉突破2000元的一个新闻 我们从6月份跟大家讲 车用的时候 当时的特斯拉股价都还没有突破1000元 所以观众朋友 请你一定要相信大数据所指引的方向 新苹果乐园的2392的震荒 这个是在上周跟大家谈到过的 在我们会员里面 我告诉会员朋友 当时的一个资金 我们系统显示在走这个连接元件 所以会员朋友去布局震荒之后 8月19号呈现一个创新高 上周四大震荡之后 周五股价能够快速回省的 是不是我告诉你的 有价有量的公司 那震荒它就是连接元件的股票 那一样是连接元件的股票 这个族群很大 但是有些股票是强势 有些是弱势 周报节目跟大家分享 像宣德的部分 最近是不是大涨了一波 今天的宣德是攻上了涨停板 所以我们的大数据的系统 是告诉我们连接元件这个族群性 是目前资金的焦点 那在周报节目也跟大家分享 一样是连接元件的太硕 那为什么股价就相对非常的弱势 今天太硕也是呈现一个下跌的 所以个股的一个选择 除了族群之外 透过团队的部分帮你精选 哪些的一个公司跟产业 是真的有机会的 所以冒联的部分 是不是连接元件也是大涨了一波 所以请投资朋友 一定要相信大数据的操作 上周是跟大家谈到 这个大跌资金有抽离 但是没有汇出 而且请你要去锁定暴跌必买的股票 这张股票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而且我们在当天大跌的时候 就有告诉会员朋友 有些股票达到跌停板 是明年高度成长的产业 所以账户回升就靠它 暴跌必买的股票 这张股票 我们也已经有请我们的会员 去做布局了 而且会员朋友 目前是小获利当中 所以请投资朋友 现在行情的部分 因为上周四的高点 有去做突破 所以这整理是相对比较强势的 但是短期量价背离 我们仍然看会做一个整理跟拉回 拉回这些股票 其实是你的机会 所以请投资朋友 如果说你想操作的 邀请你可以跟上我们脚步 这个FED的一个资金的宽松 包括无限的QE 我们跟大家讲到 资金它自然会找到出口 所以你不用这么悲观 这看法跟论点是没有改变的 所以想操作的投资朋友 你可以跟上我们操作的一个脚步 你可以在影片下方在这里 点选箭头下面或申请表连结 如果不方便来电的 你可以透过网路的表单 这个资料帮我们正确做填写 那持股解析 我们用钱满营系统来协助投资朋友 那你也可以直接来电 我们公司电话是2653-8299 感谢你的收看 祝您操盘顺利 谢谢